來鄉親這個芭蕾奧文 台灣夏季代表隊打頭頂 咱們已經出發到芭蕾了 南主團隊是藤帝君 魯主團隊是雷千瑩來帶隊 其他四個選手 都是第一次來參加到奧文 加油 在出發競爭做火加油 台灣夏季對打頭頂 出戰芭蕾奧文 雖然準備賣杯等到的十四點鐘 山丘歡喜的表情優惡唱不得 因為這次下季度的六位山丘 有四個是第一次參加奧文 有的時候在場上可能會講一些 就是很無聊的笑話這樣子 就是轉移一下注意力 可能大家會覺得 我們在討論戰術還什麼 其實但只是可能想說 今天中午可能哪一餐很好吃 還是我們晚上想要去哪裡走一走這樣子 四面參加奧文的學生 雷千瑩 插兩位小行為 哭意情 理財器 要將上一次奧文 沒有替到招牌 當中躺回來 如果上一次 夾夏季百姨南團 除了藤包藤地軍 第五件 林祖雄 也是奧文的草體驗 我是有帶小伯伯啦 睡覺的小伯伯 翔哥就是我們的新英物 因為在比賽的當中 有一天是他的生日這樣子 相信他會帶給我非常好的運氣 向我們的小伯家齊 也就要靠冰箱式的訓練類似 教練說 南團跟老團 經過各六年的配合訓練 已經調整到一定的狀態 事實上我們在奧運選拔完之後 就一直在為了這場比賽 在做調整 那我們選拔完之後 男女隊事實上 都有一些狀況出現 但是我們是藉由很多場的比賽 來去做調整 向看作是 中百口的夏季代表隊 第一次的東京奧文 台下南團的認識 這邊統帝軍 李千瑩領軍再見 準備要轉工夫 希望可以輸到 生日安心 哈囉 我是林明瑞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我們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